云门舞集二团春斗27号的表演结束之后 新舞台也要正式熄灯了 因此云门总监林怀明特别选在春斗首演的那个晚上 在演出谢幕之后 邀请了廖琼之等等多位资深艺术家 站上舞台一一拿起麦克风感谢馆长孤怀群 林怀明说 一个剧场不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 他还说 表演艺术本来就从街头来 他非常愿意为了保留新舞台而走上街头 面对大家温暖的支持 孤怀群很感性的说 他今天不哭 因为他还存有希望 4月17号云门舞集二团春斗的首演 新舞台洗灯前的最后一档演出 这一晚的新舞台很不一样 因为谢幕后的这一段台上台下都好不舍 而今天现场来了许多雕音术界的朋友 曾经在这个舞台演出过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请他们上台 让我们台下台下一起上 这个地方新的舞台致意 国宝集歌仔细名林廖琼之 京剧大师李宝春 舞蹈界的平衡古名声陈武康 剧场人梁志明林佳峰 这十多年来 曾在这舞台上留下身影的艺术家 一一显神致谢 这样好的舞台 如果收起来实在是很怕胜 不但说艷丸会感到可笑 一些观众朋友也这样分分地说 如果去到新舞台看一句 一句两句 可以看到表演 另外还可以看这些东西 真的这些年轻的演员 只要葡萄而已 如果减一间舞台表演 是减一能演出的机会 希望多多帮忙 谢谢 铁铁剧场艺术总监梁志明 一身黑衣 直接回应大师林怀明的走上街头 我希望新舞台能够留下来 就像林老师讲的就是 如果万不得也好 我们还是会上街头的 那是 主要您好 你先问一下该围哪里有作围 当中哪里有作围 可能机场人最不确认的可以 刚刚我在戏在快结束的时候 其实非常感伤 我很害怕这个雾落下来 它就不会再起来 在这个地方 要代表所有的人 谢谢顾老师 新舞台新传十五年 希望缘起永不灭 在林怀明的心中 顾怀群所带领的新舞台 台式文化也是典范 一个剧场它不是一个剧院 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 它是人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谢 顾怀群女士和他所率领的新舞台的团队 来经营出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是一个典范 这是使人感觉到温暖 年轻的观众 画风一转 林怀明更直接和坐在台下 曾提起要和中信成租大楼的北市文化局长喊话 两天 二零一六年 两天愿将熄灯 整修 如果新舞台也熄灯的时候 二零一六年 台湾的首都台北市 将只有一家超过一千人的戏院 就是城市舞台 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是上街 我们今天还是互相打架去抢新人 那大家看什么 刘伟公 刘局长在这里吗 你在不在这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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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提供给无数表演者舞台 馆长孤怀群在这一晚成了女主角 回忆起当年邀请林怀明出任 兴起舞风艺术总监 顾怀群透露了一段故事 老林从十六七年前我找他 我说林怀明我想借你的眼睛 因为你的团在国际走那么多 一定看得到好团 借由大师之眼 多年来邀集国际舞台上 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表演者 站上这个舞台 对顾怀群来说 这个老朋友多年来无偿的付出 舞价 老林在忙都会把艺术总监的事做完 而且他真的从来没有拿过新舞台 一毛钱 大家都知道林怀明很昂贵 但是真的贵的东西就是无价 真的 去年底新舞台早已吹起席灯号 但凭着林怀明三个字 新舞台硬是多了 两党舞作 其实我们从一月以后已经没有任何节目 那老林 M字板凭着他的威望 我们到银行一讲林怀明他们说 哦 这个哦 话说致趣 眼眶早已泛红 但孤怀群始终没有流下眼泪 今天不哭 因为我还很希望 17年来陪伴表演艺术工作者走过无数场的演出 这一夜的羡慕 观众的掌声献给表演者也献给自己 好 谢谢大家 因为大家可以聚餐从温暖起来 谢谢新舞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